现在呢因为网络上啊 大家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 那么最先的这个照片呢 是由环球时报网爆出来的 那么在新华网呢 也秀出来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啊 所以呢引发了很多国家 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注 那么现在初步的估计说呢 这个瓦良格航空母舰呢 可能是会被置放在南海舰队 因为南海舰队呢 是中国的三大舰队之一 而且呢在装备方面呢 相比东海舰队啊 还有北海舰队呢 一直以来呢都是比较落后的 而且南海地区呢 中国呢在最近要保护国家利益方面呢 可能需要做更多的动作 所以现在初步估计 瓦良格有可能是会被放在南海舰队 但是真正的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现在外界估计说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的力量呢 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的了解